2022年湖北前江市一施工队在修路时 净意外挖出了一座神秘古墓 文讯赶来的考古专家立即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当周围的淤泥被清理后 一座明代三合土焦江墓也随即展现了出来 这也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专家都激动不已 因为像这种三合土焦江墓在古代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这也就意味着墓主人身份非比寻常 而且令考古专家最为兴奋的是在三合土周围并没有发现任何盗洞 这也就说明了这座古墓从未被盗墓贼盗掘过 里面的宝贝也肯定还在 带着欣喜之余 考古专家决定对墓主人的光果进行现场开关研究 当关盖板被打开后 看见里面装着满满的官叶在场的所有考古专家都愣在了原地 因为光果是被三合土焦蜜包裹着的 这些官叶又是从哪里流进去的呢 难道这是墓主人为了防止尸身腐烂而特意灌输的防腐叶吗 难道墓主人的尸身巨精都还保存完好吗 带着种种疑问 于是考古专家们决定先把里面的官叶全部抽出来再一探究竟 当官叶被抽干后 本以为会有不服骨师出现 可墓官里除了墓主人凌乱的尸骨和一层淤泥外 再也没有发现任何陪葬品 于是专家们带着失落的心情对墓主人的遗孩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墓主人是一名女性 于是专家们猜测在这座三合土焦蜡木里应该还埋着另一具男性光果 因为在古代女性一般都是和丈夫一起合葬的 经过考古的继续挖掘 里面果然还埋着另一具光果 当考古人员打开关盖板后 里面的景象却震惊了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 因为墓主人像残永一样被厚重的丝织物层层包裹着 当考古人员把墓主人抬出光果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吓得直冒冷汗 因为关盖板上竟然刻着七星正观图和上书天元地方四个字 仿佛在镇压着某种东西 难道墓主人是某种不祥之物吗 带着种种疑问 于是考古专家决定把墓主人和光果一起打包运回实验室 进行下一步的清理研究 当考古人员把包裹在墓主人身上的丝织品一层层地打开后 墓主人的遗骸也随之展现了出来 里面一共出土了衣服裤子 鞋子钱包 香囊等七十多件仿制品 除此之外 考古人员还在墓主人的袖口处发现了一把折扇 虽然扇子已历经百年之久 但依然开合自如 宛如新的一样 于是考古人员根据这些折扇推断 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文化人 由于在光果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 这也让考古人员感到非常困惑 因为像这种大规模的墓葬不应该没有墓制名 于是考古专家又回到了现场进行了一番搜索 终于在墓主人墓室偏西的地方发现了几块墓制名 这也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兴奋不已 因为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全部都被记录在了这几块墓制名上 于是考古人员连忙将墓制名上的文字踏印了出来 墓主名叫李可佳 此后和妻子合葬在一起 而且墓制名上还写着明太学生四个大字 于是专家通过翻阅资料得出 太学在古代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而且还是专门教授于权贵子弟的 由此可见 墓主人在当时拥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这次的考古发现也给当今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研究价值 也让我们知道了中国古代也有研究生